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现在又有国家队了 就是在这一阵子以来 我们听了大概无数个国家队 但最新的国家队是什么的 有太空国家队 有无人机国家队 就是现在我们真的 这个雄才大略就是我们的蔡英文 他这不只是懂法律 对于这个军事 好像也有超前部署的一个远见吗 当然这个很多人听完之后是不吃一下 就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杜特蒂告诉大家 普京如果按下那个核武的红色按钮 中国也会发动攻略 所以台湾当然要紧张吧 那所以蔡英文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俄国攻乌克兰眼下耳盲的启示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有不对称的一个战力 所以我们台湾得到的启示 就是对于太空战争 我们应该要超前不说 所以蔡英文他还私下数度学习过 甚至对于日美的太空军 都很有概念 所以不只是对这个法律有概念 对太空军都有 我讲得我都快笑长了 对好 太空军不行不可以笑 这个严肃的问题 好所以他就说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无人机的重要性 所以他要在嘉义开始打造国家队 把嘉义打造成航太无人机的发展重镇 然后我们现在全部都做好准备了愿景在这里的 但是过去他也给我们很多愿景 比方说潜见国造 那时候就告诉我们2023年什么就要下水 2024年正式测试 2025年就已经可以作战了 承诺也是跳票 绿能同样也是 2025年要达到20% 但是现在只有到6% 同样我美化也说达不到 那基隆轻轨更不用说的 每到选举必出现 2021年这是最后一次告诉你要通车 但是现在跳票之后 他们又要变 就说可能要做什么别的东西了 所以总是这样子有梦最美吗 那最美也不用实现 那所以其实在邱国正承认说 我们这个潜见国造卡关之后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这个黄鼠光他讲 他说其实台船有部分的这个业管员 对于这些装备 原厂的这些制作进度相关合约 都没有进入状况 就是台船这边里面的人 都没有在状况内 所以导致了这个进度的延误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还能期待什么呢 那现在目前其实你看起来 蔡英文已经成为了一个 扩军总统 包含了这些军力 现在从原本17到19万 又变成了21万 这是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台湾对于这个 美国的军售也是照摊全收 川普一任四年 买的这个军购量 大概是欧巴马两任八年的数字 还有现在我们还讲到一个消息是什么 海空遗防反斩首 他现在是说 在大台北这些空防地面的兵力 那可能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加剧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就是又要重新启动 这样子的一个复安专案 然后说这个 之前赖清德都没有参与 那接下来也要跟着排练 那这个专案就是大概包含了像是什么 云豹 然后什么宪兵指挥部 要派驻在这边 这个淡水河口的河防区 然后加上爱国者飞带来回防 所以就达到了固武峰毁 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那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们先问一下杨教授 基本上其实太空军的这个部分 在这一次看到的就是 特别是卫星资讯的这个拦截 因为它就见到整个地面的 在我们叫C4 ISR 这整个这个就是通勤管制的这个指挥 那是不是因为它刚开始的这个闪电战 进行的顺利 这个突然就顿挫下来 然后到后来 你看到变成一个消耗战 甚至这个僵局 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一个战略 跟战术上的这个做法 那并不代表就是说 美国在这个或者是乌克兰 北约在协助乌克兰的 就是说在太空资讯 或者卫星资讯的这个拦截 影响到战场的这些资讯战 那不过的的确确俄罗斯 在这个这场 到目前为止 这个1月的这个战争 它的这个资讯的这个协调 我觉得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比较是看的 传统的搭法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这是相较于 我们过去对美国的了解 那因此呢 对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连结 美国就特别会重视这一块 因为至少从美国的角度 你等于是在最前线的 就是说资料的收集 对从我们的角度 除了要第一时间 掌握对岸的军事的这个变化 我们自己的因应 以及跟美国这个联系 或者是跟驻日美军的这个联系 才能达到就是说 即时的资讯 甚至能够即时的反应 大概是有这样子 不是说到 我觉得我们台湾 或者蔡英文在看这个太空军 跟美国日本就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日本他们实际上自己有非常庞大的 就是卫星这个系统 那甚至有可能 这个就是说 在外太空的这些发展 那因为太空军到目前的概念 都还比较是首饰的 没有说什么在外太空要发展 什么杀手卫星这些东西 这都还是停留在 比较是媒体上的这个猜测 所以这些部分 当然就代表着 我们政府其实在这个层面的选择 跟美国之间的联系 是越来越重视 而美国对这一块 也是越来越重视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台湾的这个军力部署 或者是战争的准备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比如说你可能要花更大的这个经费 在这一块的这个建构 那或者是 不管是雷达或者是卫星 或者是跟整个美国的 这个区域的这个连结 那我们后面变成 这个另外这个 几眼几眼里面的扮演 对不对 因为真扮演 真扮演的眼睛 对不对 我们又不算 完全他的这个眼里面的 跟他的这个连结 可以分享到 他所有的这个资讯 也没有办法 美国也不会把这些东西 给我们台湾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其实这都显示 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在 针对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在找寻自己的这个弱点 在找寻自己 就是说可能英国 新的这些战争的这种形式 跟新的这些 中俄的连结 或者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 可能会产生的 第一时间的冲撞的 这些议题领域 那在这个卫星的资讯 的这个层面 我觉得这是现在台湾 所看到的 我们来问一下江军 因为杜特地告诉我们 如果普京按下红色按钮 中国也会发动侵略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军备 来应应吗 对 我要认为我们是不是 现在既然这一次乌克兰战争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给参考的一面镜子 我们是不是要成立一个 无人机的兵团 赶快发展无人机 把无人机兵团出来 无人机兵团要无人机战术学校 来成立 研究无人机的战术 你不能说我怎么用 要告诉上面挂什么武器 怎么样的武器 什么样的航线 多大的航程 多大的量 多大的承载 能承载多大 无人机战术运用学校 或者战术训练学校 你要赶快成立 然后无人机兵团要成立 你这样才可以有 因为买坦克没有用 无人机专门打坦克 你坦克一架 一辆坦克的话将近10亿 你无人机可以买好多 买100架 100架的话 你一个可以挂四 每四个拍龙架挂四个 一百架的 可以打四百辆航客 你一辆可以打四百辆航客 这个本小效高 你要选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的国防计算 飞难有限 3600亿 47%发薪水了 可是无人机应该在优先的位置 是不是应该敌军已经登陆之后 无人机才派得上用场 不然无人机飞过海峡 海峡上也可以用 海峡就要去摧毁了 在摧毁海峡 海峡就要定位 现在有卫星 无人机的定位 定位哪边就打了 无人机不好拦截 那么小 然后又激动 而且没有战损 仁慈的 那个装备消耗掉就可以了 就是反正要消耗的 有的就自杀无人机也有 你就自杀无人机 对着他的军舰下去了 那军舰上面可能有两三百个人 也跟他一起毁掉 就这样子 这是无人机的战术应用 你看无人机的训练学校 无人机训练中心 无人机的战术研究 然后无人机 无人机兵团出来了 你这样中共就怕了 第二个 你这有个是不是 你这做潜舰 潜舰有红区 有黄区 有绿区 我们可以做绿区 壳子我们可以做绿区 黄区是别人拿设计图给你 别人拿关键技术给你 你自己做 这可能也会有问题 因为关键技术 你这样关于不给你 为什么不给你 这老共在那边跟你撤肘 干扰 那红区 红区你可能不卖给你 像潜望镜 还有鱼蛾发射罐 作战系统的整合 可能再也不给你 为什么 中共在这边从中做梗 所以这个花的钱又多 我们可不可以有成本低的 水下无人系统 空中无人机成本低 然后难度也低 无人机难度本来就低 我们中科院也会做 现在加一也要做 第三个 作战效益高 这个是作战效益高 当然高 所以张军觉得 这个无人机应该优先 有这个太空局 然后又可以形成极战力 马上可以形成战力 马上就可以用得上 所以我认为要这样子来做 比较实际 好 问一下有志哥怎么看 太空可以发展 但是我们领导人不能脑空 跟脑袋空空 每天讲那些空话 我们很多东西 不见得每一个都要拿到 太空你把它当一个产业 那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事业 会嘛 就像疫苗一样 疫苗是一个产业 可是我们台湾如何从里面 获得我们的事业 你不是什么都要来一把 我们疫苗也要发展一个高端 请问高端有变全世界 有变WHO列入国际认证的疫苗吗 没有 可是你看韩国怎么做的 疫苗是一个产业 可是韩国告诉你 我不去跟你玩疫苗 我也不想去发展疫苗 但是所有代工我全要 所以韩国本土Noravis Moderna全部都有 连BNT他都在谈 请问一下 人家有放弃生技产业吗 也就是太空产业 太空产业你能不能玩得起 如果玩不起 我要赚的是钱 我要照顾的是韩国居民 我要照顾日本居民 我们照顾的是台湾的居民 我们能不能从太空产业获利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你不是动不动喊出 太空你什么时候要去月球 要不要告诉我一下 要不要随便带我一把 难怪吴钊燮说 要不要说月亮是你的 因为这样 不是 你不觉得领导人很脑空吗 就台湾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要再把 我们历史上多少次东西了 有没有 汽车产业不是也是吗 我们搞了二三十年了 最后还不是退回来 还去找人家合作 我们从里面去找 我们真的利多的 包括晶圆 太空我们跟不上 可是太空的所有方方面面 包括科技 需不需要我们晶圆 要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在里头发展出我们的产业 而不是每次都要烧这些钱 一直补助 太空不用钱 太空产业 是所有的产业里面最花钱的 如果不那么花钱 你以为像你小时候一样 晶片一装上去 飞出去就到月球了 我现在蔡英文 现在给大家一个感觉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为什么喊出这些太空 喊出这些什么国造潜见 全部都是为了买票 选举要到了 这些年轻人觉得好棒 我们自己国造潜 潜见国造 我们自己太空可以自己来 改天我发射自己的太空说